1999年3月27日晚 美国空军中校泽尔特驾隐形战机F117 从意大利阿维亚末空军机的起飞 开始了北约对贝尔德莱德的第三天轰炸 北约轰炸南联盟一时 指挥官佐尔坦达尼 立即带领第250防空导弹旅第三营开始战术机动 并成功保持导弹营完好无损 南联盟军队通过部署多个观察员 目视来寻找北约战机的作战规律 基于多日观察 第三导弹营在北约战机轰炸贝尔格莱德的必经之路上射服 F117使用的是宝石路二型激光制导炸弹 需要下降到3000米进行投放 还要打开弹舱 等导引头接收激光信号 弹碗 天气恶劣 低空云层让激光信号不稳定 导致弹舱舱门打开时间过长 F117失去隐身的时间 大幅度超过平时的投弹时间23秒 20时15分 萨姆三的火控雷达发现并锁定了F117 第三营以13公里的半径发射了两枚导弹 为了避免被北约反辐射系统锁令 第三营仅用17秒操作发射 整体战术与中国543地空导弹部队击落又二如初一转 南联盟防空导弹部队神出轨磨 再下一场 5月2日 美国555战斗机中队队长大卫忠孝 亲自披挂上阵进行轰炸 第三导弹营发射三枚萨姆6导弹 击落了一架F16 飞行员大卫忠孝 盘射跳伞获救 此大卫忠孝 便是日后的美国空军参谋长 四星上将大卫戈德费英 但是击落F117和F16 并没有改变南联盟的国运 北约轰炸南联盟 造成了托索沃事实上的分裂合同力 2022年4月9日开始 连续三天 中国空军三批次 共计18架 运20大型运输机 展翅翔 气吞万脑 每架运20间隔100公里 卸下干扰弹部洒气的舱门 全程实战警戒飞行 于1998年瓦梁格号穿越 博斯普鲁斯海峡时 被土耳其百般刁难不同 这次土耳其除了对中国运20开放领空 开放机场允许运20降落加油之外 还提供了武器的暂存服务 在土耳其中转后 运20继续穿越北约国家 保加利亚 首次深入欧洲布地 这不仅是运20史上最大型的战略运送任务 也是中国创纪录的军事行动 标志着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重要提升 运21次降落在贝尔格莱德117空军基地 卸下足以装备三个导弹营的FK-3防空导弹后 急撤返程 武器齐总统说 塞尔维亚军队接收了最新的骄傲 早在2020年 美国警告说 与中国的交易可能不利于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武器齐表示 每当塞尔维亚决定买什么东西 总会有人反对 但塞尔维亚将自主做出决定 FK-3是红旗22防空导弹的外贸版 红旗22D空导弹 采用机动式军用卡车运输和发射平台 车载四连装发射筒 倾斜发射模式 红旗22射程为150至170公里 与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和俄罗斯的S300导弹相当 采用无线电指令 和雷达半主动制导的双同制导模式 能够实现全天候作战 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红旗22在设计之初的定位 是拦截弹道导弹和隐身武器 因此对于隐身战机的打击能力很强 它配备了H-200雷达系统 主要依靠米波来探测隐身战机 最远的探测距离超过150千米 H-200雷达具备极强抗干扰能力 曾经创下引导15枚导弹 打法全部命中的战绩 从其22拥有出色的电子战对抗系统 以及对付近距离隐身目标的卓越能力 该系统能够与巡航导弹 转程弹道导弹 以及包括轰炸机 和无人驾驶飞机在内的各种战斗机进行交战 由于其强大的传感器套件 它将为塞尔维亚空军提供空前的态势感知能力 塞尔维亚为什么没有采购俄制S-300呢 当年美俄未建立军事共进 曾进行S-300和爱国者导弹的参数互换 同时俄制S-300大量出土 主要性能合作战参数早已经被北约掌握 主要机场战争中S-300表现不佳 在美军干扰下命中率较低 反倒是北约对中国的防空系统了解不多 北约想要摸清FK-3的底细 还要备期时日 中栽真正的防务合作始于2020年 塞尔维亚接收了彩虹92A 卡打一体无人机 而之前塞尔维亚的武器装备 多是从欧盟和俄罗斯购买 彩虹92A是彩虹系列无人机的低端版本 极具性价比 它采用了上单一双尾撑付局 一展为9米 飞行速度200公里每小时 最大升限5000米 可挂在飞腾八宫的导弹 中国军工发展是不可挡 政治影响力急剧提升 相信中栽防务深化合作 将换卫塞尔维亚国家安全 跨越时空的钢铁战友 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 愿塞尔维亚崛起 中栽友谊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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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栽友谊长存